大家好,今天要分享的是非常简单的家常菜,就是豆酱蒸排骨。 首先,将500克的排骨用清水洗干净,加入10克蒜末和姜丝。 2汤匙豆酱。 半汤匙花雕酒。 半汤匙酱青。 半汤匙黑酱油。 半汤匙麻油。 少许胡椒粉。 搅拌均匀,腌制30分钟。 三十分钟后,加入一汤匙玉米粉。 三十分钟后,加入一汤匙玉米粉。 搅拌均匀。 铺平,放入锅中,用大火蒸15分钟。 蒸好后,放上盐碎和辣椒。 豆酱蒸排骨好了,谢谢收看。